达西乳儿达西格鲁够的国会议员汪在夫指出 他昨天晚上跟已经获银行批准个人贷款的公基金会员交流 发现其中一人贷款18000令吉 利率是4.5% 贪还期9年 但是他要偿还的数额竟然高达3.5万令吉 近乎翻上一倍 那汪在夫呼吁首相兼财政部长安华 承认这个所谓的第二户头支持措施是一个错误的措施 促请安华针对公基金会员所面对的困境做出解释 并且要解释政府强迫会员抵押贷款 导致债务翻倍的措施是否理智 那汪在夫也说 政府应该要改善即刻改善或通过最正确的方式 让人民从公基金中提款 以免加重会员的负债负担 那他也说如果安华没有办法接受有关措施 加重人民负担的现实 最好是辞掉财政部长的职位 让共有能力的人士来担任